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是会见到梅勒菩萨 假如你喜欢跟梅勒菩萨抬杠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会很惭愧的 哎呀 怎么又看到了他 对不对 其实梅勒菩萨是修学 般若波罗蜜也修为事的 所以他是衔接的下一尊佛 他是视线八项成道的佛 接下来 所以在天上 你能够学习佛法 因为有梅勒菩萨为你说法 在人间 有在家出家的善知识 住持三宝为你说法 所以人间跟天上 才是真正可以修行的地方 好 看六道轮回 这六个轮回里 老实说六道里面呢 是没有佛菩萨的 因为他根本业呢 不用住在六道里 那为什么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会有佛跟菩萨呢 是他的大悲愿心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里面呢 六道里面都有一个佛 化佛 然后来到这个世间 读众生 各位读过地藏经 知道光目你问无毒鬼王 我怎么会跑来地狱 答案有两个答案 一是业力 一个是什么 愿力 我们凡夫会生在人间 那当然是业 这里的业包含善恶的业 所以各位 其实你都是多生多结 有修行的 虽然老菩萨你病痛很多 我脚不好家里呢又担心政府主 你能够投胎新加坡啊 是很有福报的 真的 真的是很有福报 像我就不会投胎新加坡 我是投胎台湾 对不对 业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你那想看 哪一个人自己想要去投胎 做非洲的难民呢 答案没有 注意听 不是上帝控制他 也不是观世音菩萨送他那里去 不是 是自己的业而推动他去投胎的 那请问 谁能够做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呢 那也是他的业 各位 你就不可能投胎做 这个英国女皇的儿子吧 对不对 因为你投不出去啊 你没有福报啊 你怎么可能做英国国王的太子呢 或公主呢 你没有那样的功德业 所以广修福报是很重要的 你不修福 不修会 没有功德 你来生一定会投胎很痛苦的地方 所以这六道轮回从哪来 听好 是你的业所显现的 好消息是上面的山上道 看上面 天上 人间 阿修罗 右手边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云 上面有战神 那是阿修罗 那是什么呢 过去修福报很大 可是脾气很坏 喜欢打仗 所以叫天道的阿修罗 可是天道的阿修罗 有神通 他也可以飞到天上去听 第四天讲经 那我们看左手边 是人间 所以人间跟天上 为什么殊胜 是因为天上有佛菩萨 人间也有佛菩萨的化身 有住持的佛法身三宝 所以你能够闻到佛法 应该精进 不要空过一身 接下来你看三恶道 三恶道 我们早上起来 我刚才说三恶道里面 我调查一下 请问你很不幸的 有看过鬼的请举手 没关系 举手 我不是讲鬼定义 你的那个 也不是 是真正有碰到 幽冥界众生的请举手 好 你曾经被鬼压的请举手 睡觉的时候 没有怕 没关系 我刚才说释迦牟尼佛也度过六道轮回 没有错 好 所以可见呢 好 你曾经呢 不管是睡觉或做梦 梦过掉到地狱里的请举手 哎呀 阿弥陀佛 那这更要加油了 不然我来三会担心你 真的会再掉进地狱一次 好 所以这三个道理简单的讲 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看到右手边的畜生道 其实畜生也是我们众生投胎的 我昨天有讲过 注意听 基督教里面只有三度空间 天堂 人间跟地狱 基督教没有处理动物的问题 可是佛教认为动物也是我们人投胎的 动物有情事 有情众生 consciousness 有意识 所以动物是有感情的 那你在读很多中国的禅宗里路里面呢 就会看到有禅师的呢 都会告诉你啊 为什么不要杀生 要吃素 因为有时候啊 你喜欢的狗啊跟猫啊 一个就是你爸爸 一个你妈妈来投胎的 你都忘记了 因为你忘记了 你没有神通 你没有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各位 我觉得以慈悲心的角度来讲 当然你可以养宠物 你要把它当家人 这样照顾 不过佛教徒呢 也不要太执着动物 为什么呢 来生搞不好你就投胎 变狗跟猫 因为你有强烈的情质 所以畜生到的众生 是我们人间众生 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好 接下来的鬼 鬼必须其实也是从人投胎的 你觉得人很多吗 其实没有 鬼更多 因为所有的众生造了恶业呢 会堕入变为鬼 那其实佛经里面想 你说人比较可怕 还是鬼比较可怕 来我调查一下下 你觉得鬼比较可怕的 请举手 轻面疗牙 举手一下 我没有看到 好 谢谢 你觉得人比较可怕的 请举手 好 各位都同意 佛经也是这么说 我们呢 人可以创造世界 但是人真的是最残忍的 人可以毁掉 所有一切 明天我可能会讲全球暖化 因为有一段经文会讲到 你看我们人 其实人 你说我们很怕鬼 所以念佛的人 念观音菩萨的法门 不要怕鬼 鬼会来找你 一定跟你有缘 其实啊 鬼更怕人 什么 色鬼 酒鬼 小气鬼 毒鬼 吝啬鬼 贪心鬼 你看哦 你虽然是活的人 可是你的心啊 其实是进入鬼道 所以我公开说过 佛教徒真的不要看鬼电影 真的 这跟你心里有影响 你念佛的时间 都没有你看鬼电影多 那你一直念佛 也边念鬼 还有更连友跟我说 师父 我边看鬼电影 我边念阿弥陀佛 你真的有这个功德力吗 到时候你是变鬼 还变佛 You will know by yourself 你会自己知道的 对 心的力量很大 所以遇到鬼 注意听 一定是他是过去生 跟你有缘 不管是善缘跟恶缘 他来找你的时候 先不要怕 因为呢 你是一个佛弟子 守过三规五戒 你心中念佛念咒的话 你身上就会放光 鬼 他也会对你礼敬 假如你可以跟他谈话 谈话 甚至 甚至有些人呢 就看到他 不用讲话 动念头 你就知道对方做什么 注意听 语言是空性的 他讲英文 你讲华语 都会通的 乃至于呢 他是一个印度人 你是一个华人 或者他是一个西藏人 你是华人 都能通的 心的力量是没有语言限制的 对不对 然后你就问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因为他来求你 来见你 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会跟你说 我过去是跟你是亲朋好友 或是眷属 我现在堕落到轨道里 你现在是佛弟子 你比我幸运 亲近了三宝 希望你帮我做功德 所以帮我诵经 回向 所以在华人的世界里 为什么会重视七月超度 狄气学学它存在 但是你不要执着 接下来地狱的众生 就很难见 地狱是除非你造了很多的恶业 你看恶鬼道 请看这张 两个圆圈佛的中间 就是观世音菩萨 感洒干露 观音洒干露 因为恶鬼道的众生是非常苦 他心中有很多的业力 然后喉咙有很多猛苦 然后肚子大大的 太苦太苦了 那你知道吗 注意听 注意听 这些恶鬼道 为什么会见到观世音菩萨 是因为他过去是在天上跟人间 归过三宝 家里供过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也修过观音法门 但是所修持的功德力 敌不过他的业力 堕落到恶鬼道 注意听 不是所有的恶鬼道 都可以看得到观世音菩萨的 你要有缘 才会看到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你会有缘呢 注意听 你的脑筋里 曾经记得观音菩萨的名号 或咒语 因为有这样种子里的缘 当你虔诚很苦的时候 观音菩萨放光加持你 会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他知道 哎呀 这个就是这么混的弟子 全世修得不好 现在多如贵而当 但他拜过我 然后观音菩萨就会 无我的 就会陷在你面前 放光为你说法 然后你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 你过去的好的记忆种子 你就升起了 你就升起欢喜心 这时候观音菩萨会先教你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重新受三归一 因为你已经 堕入恶鬼道了 三归一只有 这一身 叫净行受 身心分离的时候 你的戒体就消失了 所以观音菩萨 先会为你念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然后观音菩萨也会教你 你最喜欢修的法门 比如平常你假如念 Om Ma Ni Ben Mi Ho 的话 这时候观音菩萨就会放光念 Om Ma Ni Ben Mi Ho 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就会念 假如你这个人 过去是念阿弥陀佛的 我再讲一遍 观音菩萨不会吃醋的 他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 给你听 就像你听 这个念佛集这样 知道吗 假如你这个人过去是 拜地藏王菩萨 观音菩萨一定会唱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度你的 他的目的就是怎么样 让你从业力的恶鬼道里面 出了轮回 注意听 讲到念佛集 我要特别讲 业力是很可怕的 各位 你试一个 试一试 可能你有这个经验 我知道在这很多连友都是修 观音法门跟净土法门 你家里放念佛集 有没有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煮饭 很开心啊 煮给老公吃饭 结果老公呢 今天上班遇到了不好的如意识 回来以后呢 就说老公我煮好啊 给你吃饭啊 吃什么吃 这么热还吃什么 哇 这时候他火起来 你也火起来了 然后讲没几句呢 两个就吵起架来了 一吵架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那个时候啊 忘记了佛号 对不对 真的 你在吵架的时候 注意听 你家里的念佛集还是开的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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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放大杯子 那时候你满脑子 说不喝 说不喝都没有听到 然后你就开始吵架 结果先生一拍了呢 他不吃了 我去找我朋友 出去门了 你放一起来呢 你门关了 哎呀 怎么老公今天火气这么大 又是更年其道了吧 然后呢 我好心煮饭 给他吃 他又不吃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就有点会 对呀 我刚才火气 怎么也这么大 注意听 你称心之火啊 盖掉了你念佛的佛号了 你会发现 你吵架的时候 你是听不到佛号 而且你的念佛集 并没有关掉啊 是不是呢 这个例子很重要啊 这说明是什么 你念佛的功德力啊 敌不过你的贪生痴 你要小心 要再用功 这样不太容易去极乐世界的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 人家都碰到你的身体 或是讲一些 让你执着留恋的话 那你的佛号就不见了 所以你怎么判断自己 念佛有没有功夫 或念咒有没有功夫 就是在境界来的时候 你能够把持你正念分明 这是一个判断的方法 这是我很真实的 我想尽了很多人 怎么样把很深奥的佛话 讲给你听 的确是这样 同样的在地狱 恶鬼畜生 看这是恶鬼道 再看下面 畜生道的众生 他会一听 普贤心愿品嘛 他会想每天早上 来做大杯神咒嘛 没有啊 就每天吃啊喝啊 对不对 所以三恶道的众生 是非常的苦 苦道呢 等一下 苦道呢 他是无法修行的 所以为什么说要持戒 为什么要说归一三宝 为什么说你忏悔 因为你若不持戒 不归一三宝 夜现前的时候啊 你会堕落到地狱 恶鬼畜生 一堕落下去 就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比做皇帝的时间还长的 三图一报五千节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下面一尊佛出世的时候 你不一定还会投胎做人啊 佛在世的时候 不是也有吗 奇缘经测 在建设的时候 有一堆蚂蚁 对不对 佛说过去是五百世只蚂蚁 现在他遇到释迦牟尼佛出世 他还是蚂蚁啊 那是什么 自己的业 好 这是讲畜生道 接下来再看 那凡圣同基础里面呢 就有六道轮回 所以佛菩萨 他有一个大悲愿力来度众生 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 畜生道 现在有第二个Q&A给大家 请问你昨天看五台山 五台山也有牛 也有羊 这些从哪来的 你看他是出生啊 五台山已经是圣地了 文书势力菩萨的圣地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五台山的牛跟羊啊 都是过去的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 而且修过文书法门 修的结果呢 不及格五十九分被荡掉了 在投胎的时候 文书势力菩萨用神通力 接引你 让你投胎五台山 为什么 投胎五台山以后是圣地 圣地的时候 起码佛教徒不会杀生 所以你没有刀兵节的杀业果报 可是你要聊你的业 所以五台山的牛都什么 继续吃草 一直吃啊 那我问你 假如他投胎的牛 你说师父他没办法听经 怎么学佛呢 注意听 牛也是人投胎的 所以他会做梦 佛菩萨会梦中为他说法 继续提醒他 你过去试试休息的 可能有些在家出家 破了戒没有忏悔 我伤害众生 我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他堕落了五台山的牛啊 那你说做五台山的牛跟羊好吗 就是看你怎么回答 站在圣地的角度来 当然他比我好 我身在台湾 他身在五台山啊 对不对 当然他身在圣地是很有福报 但是从修学佛法的角度上 我比他有福报 因为我是人 我可以出家 我可以听经 我可以学习佛法 可以帮助众生 请问牛一生能够做什么功德 牛会印妙法莲花经吗 牛会印大方广佛华严经吗 牛会出钱印大乘庄严保王经 DVD Part 1吗 所以修行是要把握当下的 所以我要讲的说 畜生里面也会分 假如生在圣地里面的畜生 是有福报的 是因为佛菩萨在你投胎转世的时候 用神通力跟大悲心加持你 让你生在设地里 举个例子 你如果朝普陀山 对不对 有很多观音放生子 为什么观音放生子 有很多畜生 说穿了 那过去都是佛弟子啊 你只是没有神通的 假如你正到出国 或阿罗汉 你就会看到他过去 现在未来 那因为被佛弟子买来放生 所以他今生免杀 遭杀生业的果报 被宰杀 接下来在寺庙里面 又听到穆古城中 然后呢 继续听闻佛法 所以他来生 还会继续学习佛法 能梦去极乐世界 不一定 所以净土宗里面 注意听 净土宗里面 很多法师都喜欢讲 哎呀 净土多殊胜 你看庙里面的鹦鹉啊 念几声佛号都去 庙里的公鸡也去 没错 但注意听 这是特例 这是特例 不是普遍的例子 你为什么不从人的角度 发愿修行去呢 但是他过去是 也是呢 不管是公鸡或鹦鹉 也是过去是 生生世世都修阿弥陀佛的法门 结果啊 还是呢 烦恼敌过了你的业力 所以你没去极乐净土 所以阴光大师说 这都是多生多节修 修修到哪一世啊 你成熟的时候 你会从三恶道往生极乐净土 你也会从人间往生净土 你也会从天上往生净土 那在这一部大乘庄严保王经 特别注意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很多是从三恶道 然后念 就莲花化身 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也修作过这个法 所以大家常常要想 我抬起头来看到的 每天新加坡一早起床 你不要想 只是想到新加坡 想到人跟猫咪跟狗而已 事实上 这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往上比 我们还要精进 不过往下比 你也要鼓励 我很有善根 这不是骄傲 是要自己也自己 Encourage yourself 你要自己鼓励 我已经投胎做人了 还来到这么有福报的新加坡 又闻到了佛法 那我更应该 精进地行菩萨道 做医工 学习佛法 精进修实 这样子的话 你才不会空过一生 所以看下一张幻章片 因为观音菩萨 跟诸佛的大悲愿力 因为愿力 成愿再来 所以我们才人间 才会遇到佛菩萨的化身 否则我们是根本 看不到佛菩萨的 再看下一张 从敬大竹石姑 六道轮回图 对听 这个六道轮回图的 这一张中间是佛 表示你堕落为畜生 你还是有佛性 上一次讲座 part one 你看到蟑螂 有什么反应 蟑螂也有佛性 只是他的佛性 被掩盖到 都已经忘记了佛 因为他生生世世 只记得蟑螂 就这样 这样跑而已 蚂蚁也有佛性 小狗小猫 也有佛性 在天上的天人 也有佛性 在座各位 每一个人 你都有佛性 为什么有佛性呢 你没有佛性 你不会想念佛跟念咒的 没有佛性的话 你不会念经 念得很欢喜 很感动的 你如果没有佛性的话 你更不会来发心 行菩萨道 做义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有佛性 你想要觉悟 你想要从轮回中 得到解脱 你想要成佛 但是啊 很不幸呢 你这个佛性啊 像太阳一样 被乌云盖住了 我待会后面会有比喻 所以在六道轮回十枯图 这张里非常好 意思是什么 注意听 金刚经跟般若经讲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你的佛性啊 你成佛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增加一点点 你重视做狗跟猫啊 在凡夫的时候啊 你也佛性 从来没有减少过 所以你才有可能 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才念佛 才会有成佛的希望 我们念咒 这些行菩萨道 才有他的功德 好 现在刚才是往下介绍 六道轮回 好 注意听 现在修观音法门 我刚才说 你不要只是想到自己 也不要只想到新加坡 你要想到很多人 好 开始往上 开始想 想什么 请看 华藏世界图 第一个 小世界 一座须弥山 然后呢 有都帅天 然后到出禅的第三天 在华严经 这个木科版的图画里面 这个叫一个小世界 每一个小世界 累积成为第二个 小千世界 每一个圆 每一个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大概可以修到二禅三天 你会看到小千世界的这个境界 好 这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呢 如果作为一个点 就变成中千世界 这时候你会修到三禅跟三天 好 在一千个中千世界 就会变成一个大千世界 四空天 五不还天 四禅三天 乃至于印度外道的五想天 你看印度 释迦牟尼佛修佛的时候 他也学习过印度的外道 他呢 禅定一定啊 可以定八万四千叠到外道的 飞翔 飞翔处天或五想天 可是佛陀跟他说 他还是没办法出轮回的 你看禅定这么深 所以可见禅定很重要 但是要有智慧 断了无我的烦恼 破了无我 你才会出六道轮回的 这个叫一个大千世界 好 假如以一个大千世界在挤 就变成三千大千世界 这就是华严经的 所谓的 无边妙花光香水海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注意 它有二十层 我们在第十三层 叫做毗卢遮纳如来 为什么叫第十三层 注意听 第一层到第十层 是以过去 生生世世自立为主 十一层到二十层 是生生世世以立他为主 有些佛 他是以生生世世修行 先成佛 再来度众生 这样的话 他是第一层到第十层 可是释迦牟尼佛 在五卓二世 生生世世广度众生 以大悲怨心 立众生为主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在第十三层 我们的世界在 滑藏香水海的第十三层 所以这个世界的众生 你叫他 劝他发心去做一功 我为别人做事 他比较愿意 为什么 他有利他的心 不但我们这个地球 将来有 贤劫千佛会成佛 五十三佛跟三十五佛 有很多佛在这里成佛 乃至于最伟大最伟大的 地藏王菩萨 就是在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 所有众生成佛的时候 你我成佛以后 地藏菩萨会在 这个地球成佛 这个说佛世界成佛 所以地藏菩萨也很了不起 好 接下来再看 这个一个叫做 无边妙花光香水海 再来看 一个香水海里面有十方 就有华藏世界的海 无量无边 所以它这样的 华严经的这个宇宙观 跟空间观 比现在的科学太新 像太阳系 或是外太空 是讲得更广大无边的 好 每一个华藏世界海 就有东南西北上下中 还有八方加上变十方 就是有十方的世界海安利 所以你知道 诵经的度众生 是度这么无量无边的众生 诵经不是只有像你们一样 拜个颤子度新加坡的鬼而已 有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你看得到 看不到 有缘跟没有缘的众生 这才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佛法讲的境界 是真的超越世间人类的科学的 可是你若不很深入大乘佛法 你会怀疑 因为你会觉得看不到 可是请问你 你看到了又相信吗 地狱你看到了吗 地狱是在不同的空间 但是佛教在度六道众生里 尤其是观音法门 六道众生都度的时候 他是所有的众生都不放弃的 这才是大悲观 声音不诈的法门 我讲这么多 最主要是告诉你 想的时候 不要只想你的家人 跟一个国家而已 你要训练你的心量 广大无边 这样才能够读华严经 净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为成的佛法徒的众生 我都要度他成佛 当你心量打开的时候 就第一 会破除你 生生世世的执着 第二 扩展你的心量 慢慢你从凡夫 成为圣人的时候 你会知道 原来所有的心啊 都是你一真法界 而显现的 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 所以在这里 我要公开的说 你说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广大神通力啊 答案是他正道 华严经的 一真法界的境界 好 那讲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了 哎呀 师父 你讲得很精彩啊 不过遥遥无奇啊 不要这样想 来 看我 注意听这一段 凡夫的想法 不要只在两端 举一个例子 一边是零 一分是一百 我们凡夫是不可能从零 一下子跳到一百的 我们一定经过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到最后八十九十到一百 同样的 当你听到大乘的经论的时候 要有信心 并不是说 昨天今天 我今天归一 明天发心念经 后天你就证悟了 没那么快 他不像学校考呢 certificate 考证书 我get the degree那么快 他要无量节的长远心 你慢慢用功 你的心一定会转变 比如说 有念on money bet me home 跟没有念on money bet me home 你的心的清凉度就会不同 那有些人就会执着两边 注意看 一边那时候 哎呀 反正我很糟糕吧 六道轮回呢 轮回这么久呢 也没差吗 那就再多几事吧 那就不用学吧 反正呢 就继续 继续修行吧 就不是修行 继续享受了 他觉得呢 就说 成佛对他太遥远了 这样也不好 你要鼓励你自己 有成佛的信心 另外 也不要走另外一端 太狂浪 没问题 我修了呢 波尔波罗蜜 我都可以震了 非常 我一坐呢 就可以呢 五天啊 这个七天呢 我都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那我问你 这个桌子不是 深深事事都不动吗 所以 你也不要太执着一边 所以你应该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什么心呢 你深深事事都努力的 在求进步 没有学佛之前 跟学佛之后 你进步了 脾气改了 慈悲心广大了 去年比今年 今年有进步 这个月比上个月有进步 就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你看 河流一朵花 从山上掉下来 一直游 游到中游 你看到 假如这个水不变的话 一直游 它总有一天会游到大海 你这么急做什么呢 但是这个当中 你要有耐性 跟长远心 这个才是 大乘菩萨道的 叫不退转的功德力 好处是什么呢 虽然你现在 还没有生到 进佛国土 你虽然现在 也不是菩萨 摩赫萨 但是你有菩提心 但是呢 你的心都一直呢 在求清净 求精净 以及求努力 所以你虽然还不是圣人 你是凡夫 但是你是精净啊 如理修持的佛弟子 那这样子的话 天龙八部 八大菩萨 以及诸佛菩萨 看到你 他都会很欢喜和掌 他会站在 善哉善哉 善男子善女人啊 你有真正的菩提心 你在人间听到了佛法 你在人间 真正学习佛法 行过菩萨道 你没有空过一生 这样的话 你人生才有意义的 好 再来 接下来 刚才往下面介绍六道轮回 对不对 往上面介绍 华藏世界 这么广大无边 好 休息一下 看一下 介绍中国 最近无习见善的 灵山范宫 听说第二次 世界佛教学术会议 在这里开 当时我在红访 所以我也没有参加 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乘佛法 是非常的庄严的 灵山范宫 按照大乘佛法里面 所建的 所有建筑 还有雕像 都是非常庄严的 有机会 各位可以去看看 你看 进入大殿 大殿的最顶上 有西方三圣 下面呢 是毗卢浙纳佛的 琉璃的壁画 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大乘佛法会在中国 以东南亚这块国土 而红传 所以大乘菩萨道 绝对肯定是佛的正法 不要怀疑 你不要因为 受了人家讲南传 说大乘非佛说 我跟你说 大乘绝对是佛说 大乘非佛说 这个问题 从龙树菩萨那时候 就变了 变了几千年呢 到出来还是没有结论的 答案大乘是佛说 所以你看 大乘的佛弟子 在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跟做六度波罗蜜 是非常了不起 请看这张 就是华言海绘图 是用琉璃雕的 中间是庄严的 毗卢浙纳佛 所以你要想想看 要听闻到佛法 或见到佛像 都是要百千万节难遭遇 那它的屋顶呢 是临山范宫 按照华藏世界 以其大乘经论而标的 是非常庄严的 所以 好 那华藏世界 大家知道 我们念谱前行愿品 对不对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以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尽无余 我建议各位回去做个实验 拿一根蜡烛 你回去要做哦 我下次会问哦 不要用师父逼考试来逼你 拿一个蜡烛 放四面镜子 然后你看它反射 你就可以看到重重无尽 你要观想 很多人连友也来见我 师父我不太会观想 没关系 慢慢来 我教你这样做 就回去拿一个镜子 放一个蜡烛 四面镜子反射 你就会看到很多反射的蜡烛 那就是重重无尽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华言会上佛菩萨放光 就像什么 就像下面的幻灯片 诸佛菩萨都有光 当它一放光的时候呢 是像五彩一般 那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三十一页跟三十二页 待会会讲 观世音菩萨也会从地狱 放大光明 就像这样 虽然这是古汉文 我很尽量的去找相关的图片 来帮助你理解经文 佛菩萨放光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光升起 太阳下落下 所以观想你需要一些图片 跟颜色来帮助你 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 整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定中会见到十方诸佛 或是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可以光中化佛 无数亿 这是真的 也是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量 可以升起无量的功德 你先要有禅定力 要修观想 而且要忏悔业障 要修持大乘佛法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放光来接引你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诸佛 对于你过去 现在未来 的念头 他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的念头 就像V8一样 DVD录影带 你多生多解 好的坏的 通通都录了 所以八大菩萨 或诸佛菩萨 放光 加持你的时候 你的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他知道用什么方法 最能够帮助你 除六道轮回 这个才是观音法门 他要修持的一个重点 接下来再看 那我们六道轮回 图里面 这个最中间的 就是我们轮回 从哪里来 请问 现在全世界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从哪里来 南极跟北极的冰山 都融化了 从哪里来 听好 不是上帝造的 也不是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 自己故意的 佛菩萨不会这样 这是我们人 因为砍伐树林 对不对 排了很多二氧化碳 然后我们垃圾没有分类 所以地球产生太多的 这个二氧化碳 最后大气层的臭氧层 破掉 阳光照下来 冰山就融化了 图片我明天再给你看 所以请问 我们要怎么救地球 从每一个人做 新的力量真的很大 那为什么你今天 会轮回在人间 你觉得很苦呢 请看这个图 因为你的贪生枝很强 贪是什么 鸡 在新加坡也看不到公鸡 对不对 在乡下的话 在台湾 你就看到鸡 鸡看到什么东西都贪 都吃 蛇代表称心 猪代表鱼吃 也就是说 六道轮回从哪来 其实六道轮回 是从你的贪生之所显现的 所以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推荐一本书 在我们读这一段 从二十九页到三十一页里面 我们要知道轮回很苦 所以天真一本书叫做快乐转心法 图结版转心四思维 The full foundation of the Buddhist practice 是由西藏的创古仁波界而说的 然后他讲轮回四心法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跟明天要继续讲的 请看 大乘佛法先要建立在南传的佛教基础 转心四思维 这个不在讲义上 你可以操这四个重点 又称为四正观 回心四种方法 是开启快乐的源头 也是佛教南传 北传 藏传 三个要共同修的方法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 注意听 你也听过观音法门 你也念过普门品 你也很认念这大悲咒 所以你今天才有福报 听到佛菩萨加持 而大会主办的 显密源容观音法门 可是你会发现 你虽然听过很多法师都讲 观音法门很好很好很好 可是你知道很好 可是你无法改变你的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思维过 这四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人生难得 第二死亡无常 第三夜报因果 第四轮回过患 第一个你会觉得人真的很难吗 我们若没有去思维 看 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月亮 我们听到了佛法 只是概念上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level of concept 就是知道的阶段 概念上的阶段 你说谁不知道无常 你或许会觉得 师父无常我也会啊 问题是烦恼来的时候 你真的能面对无常吗 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人真的很难得吗 好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来生 假如你现在姻缘禁了 来生你投胎 你一定会做人的请举手 没有啊 那各位要做什么 做天吗 四面天神 我再问一遍 你觉得你来生投胎 还会继续做人的请举手 好 对 人间有很多的菩萨 好 你觉得我来生投胎 应该我希望 可能也会去极乐世界的请举手 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人这样 好像不太确定 好 手放下 你发愿我来生 应该我的愿心 希望要是佛 我愿意去东方要是净土的请举手 好 比较少 也有几位 好 你说我发愿将来来生 我应该觉得我这么精进 又受了八关在这些持戒 然后呢 往生 希望我将来能够来生见到 弥勒菩萨的请举手 我觉得我应该会 升到弥勒内院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好 这说明了一句话 人生真的很难得 真的 做人真的很难 你不要认为很容易 这是佛经理 你真的要去想 为什么 因为人生你真的很思维 说人生很难得的话 老实说 你就不会去放异 你就没有时间呢 看很多无聊的歌仔戏 或是电视联系记 因为你觉得生命啊 是很难得的 注意听 佛经里面曾经两个比喻 说人生怎么难得 一只乌龟 瞎了眼睛 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这样有 看这里 有有有有有有 茫茫的大海哦 他突然遇到一个圆的木头 中间有一个孔 有啊有啊 他是瞎眼的乌龟嘛 有有有有 刚好几率呢 碰到这里的时候 额 头抬起来了 你看你这几率多低呢 那米比你中新加坡的马票 都还低的 那几率是几千亿 或是几千亿万分之一啊 比你呢 被呢 闪电打到的几率还低的 所以做人是真的很难 那你会说 哎 师父 我现在就做人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过去呢 守过五戒十善 你学过佛法 就算你过去不是佛教徒 你也是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你在人天的这个基础 伦理道德啊 你修得很好 所以你才会投胎做人 那你会说 师父 那有没有鬼投胎做人的 有 鬼投胎做人 是他的业境的 才会当人 但是呢 他投胎人的时候 他身上的病痛很多 障碍很多 然后呢 身上很多 鬼的臭味 是真的有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气 味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 真正要得人啊 是很难的 除非你受三规五戒 而且五戒十善 你自己去打分数 起码要打六十分以上 及格了 你来生才会投胎做人 不然你一断气的时候呢 你就进入黑暗的世界 就进入地狱 恶鬼畜生 所以能够做人道的众生 是很难得的 另外佛经还做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站在喜马拉雅山上 拿着一条线往下垂 喜马拉雅山上 山底下有一个人 拿了一个针这样子 然后山上的线这样子呢 然后下来 风还会吹嘛 吹一吹呢 然后呢 快要到的时候 刚好穿过那个针孔 你看那个几率多低 这两个故事 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说人生是真的很难得到的 所以你得到了人生啊 你才会珍惜 好 先看下一段好了 所以我会说 我们的心啊 我们也 再来讲 让我再讲一下 无常好了 所以你说无常 死亡跟无常 请问 谁又知道哪一天 你知道你几岁会死呢 再来问一下 很有趣啊 你觉得你会活到 九十岁的请举手 八十岁 七十岁 对 好 六十岁 赵作老菩萨 不是都已经超过六十了吗 你们也在打混啊 师父这样的真心问你 是真的你要去思考 你真的要去思考 否则 各位你不要介意 师父真心 我没有在浪费你时间 我是真的在帮助你 你为什么觉得生命呢 修行的力量产生不起来 因为你没有透过四种方法 好好转一转你内心里的想法 念大悲咒不见得等于佛教徒 一贯道也念 道教徒也念 念大悲咒只是近未来寄给你 种得度的原因 问题是你满脑子里是不是外道的想法 还是认为有个我的想法 你满脑子里面有没有佛法八正道的想法 有大寸六度波罗蜜的想法 假如你真的是身为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你就会觉得生命啊 你真的要精进 你知道吗 我见过大寸法王八次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流着眼泪 我说法王 轮回真的很苦啊 他说没错 轮回真的很苦 可是你有福报啊 你作为人 你还出家修行了 我说对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要见你啊 轮回是真的很苦的 有时候我自己诵经的时候也流入眼泪 我在想 还好我学佛也出家了 那万一假如我不学佛不出家 那我问你来生呢我会变什么 帅哥美女酷哥辣妹 我还会出家嘛 对不对 假如我只是自一生 出了家修一点福报 然后呢 若不经营用功的话 来生的时候我也会迷惑的 所以我发愿 我生生世世走到哪里 我都要遇到佛法身三宝 你看强烈的怨心啊 像磁铁一样会吸引你 死亡与无常 你觉得觉得无常吗 注意听 大家都觉得呢 我们虽然听无常啊 可是我们内心里啊 都不太喜欢无常 真的 看下面换灯片 死亡无常 无常是佛陀教我们生命的本质 我们的身体刹那刹那都改变 可是我们应该用无常的方法 来觉察我们周遭 一切都在变化 而且知道死亡是没有一个人逃不了的 所以没有死亡之前 我们作为佛教徒 要训练自己的心 而且要总好修持的准备 这样你死的时候 就会很安详 透过修持的界定会力量 你也要在日常生活中 克服伴随无常来 所带来的任何的困难 举一个例子 佛教徒 大家也都知道无常 可是呢 你上回公司老板以后 其实你呢 都喜欢常 举个例子 昨天开会 meeting meeting 开了很多 project 然后完了 哎呀好累了 大家回去了 到了第二天 哎你知道吗 那个 这个 the final result of project always changing again 就是说 这个研究计划的结果又变了 然后你就会非常生气 为什么 为什么 昨天不是已经开会了吗 今天又变了呢 答案是 你的无常来了 刹那刹那之间都会变的 可是我们不太愿意诚实去接受 了解吗 我们都希望他不要变 请问天下都有不要变的老公吗 老公也会跑的 天下有不会变的太太吗 也会变的 但注意听 我没有叫你们离婚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听了 老公我明天离婚 不是 而是告诉你 你要珍惜 你的心会变 对方也会变 所以对方变的时候 你的心要有很大的 弹性跟勇气去面对 任何的困难跟挑战 这个才是了解 无常观的佛弟子 有人会觉得 听到别人 哎呀 那个脸有 不小心最近他得了癌症 哎呀 奥弥陀佛 那是他的夜啊 哎呀 那个脸有发生 car accident 奥弥陀佛 那是他的夜 奥弥陀佛 一定做坏事 所以才被车子撞到了 然后呢 对别人来讲 也都没有关系 那突然有一天 那自己一检查 医生跟你说 sorry you got the cancer you only have one month 说抱歉 老菩萨 你得了癌症了 你得到了癌症 你只有一个月 那时候你能接受无常吗 你会恨 你甚至会不相信 你甚至会不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甚至会舍弃佛法 这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佛教徒 会变成外道徒 外道徒也会变佛教徒 是因为他并不了解 无常的真理 了解吗 你真的要去思维 你能够接受无常吗 举个例子 我全世界都在红房 帮助一些有缘的众生 我每次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观想 什么无常观呢 注意听 我有两个方法 请注意听 注意听 这是教你的 第一个 我会观想 随时可能一通电话来 我的妈妈就往生了 可能我的商业经社 也有跟我说 师父你妈妈了 就走了 走了怎么办 走了就走了 当然我承认 我可能会哭 可是我不会留恋 因为他该走了就走了 业力静的时候 该走了就走 那我纵使人在国外的话呢 对不对 我也要祝福他 或许 帮奖金的功德 回向给他 印金的功德 回向给他 你该做的时候 你就该努力 所以禅宗教讲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是真正了解了无常 他才是会 每一个念头 都很精进的 可是我们凡夫 常常不太愿意 接受无常 另外一个大乘常观 注意听 现在 十点零三分 新加坡 中央医院 跟所有的医院 都有很多人在断气 新加坡 日本东京 台北 纽约 伦敦 全世界 各个都市的大医院 都有人在断气 可是你会感觉吗 你为什么没有感觉 假如现在 你听听 突然发了简讯说 糟糕 你家人发生车祸 在医院 你一定会受不了 你说师父 对不起 我要走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你的家人 了解吗 真的注意听这一段 你才会升起慈悲心 否则你的慈悲心 都是嘴巴讲讲的而已 你升不起 真正转变的力量 也升不起 感动别人的力量 对不对 你看 刚才讲一坛纸之间 新加坡有很多医院 真的呢 他们很忙 可能就开始联络 伤障联络 伤障仪设 甚至呢 有天 爸 妈 你不要走 他也是哭了 断气就走 同样的 再看下一秒钟 十一点五分 新加坡有多少的娃娃诞生了 全世界有多少的娃娃诞生了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Now you are daddy and the mommy 对不对 爸爸跟妈妈 对不对 妈咪不是那个埃及那个妈咪 恭喜你做爸爸跟妈妈了 当然你非常高兴 因为在你手上看到了一个生命的诞生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下你苦恼了 孩子要教育费 补习费 什么费 什么费 欢喜的背后 其实你是很苦恼的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小朋友本身呢 一出生的时候 他是哭的 对不对 旁边人是微笑的 再来断气的时候 注意听 旁边人是哭的呢 他自己呢 是静静地走的 这个才叫大乘的无常观 所以我要鼓励各位 当你觉得很挫折 或是你生不起菩提心 生不起慈悲心的时候 你可以观想 不管在办公室也可以 在MRT也可以 就把心静下来 然后观想自己呢 跟所有的众生 都在云云的大海的海边 像海浪一般 一波一波一波呢 就无量的众生都来投胎了 我们要恭喜 人间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来了 人间有很多很多的菩萨来投胎的 但是每一秒钟 人间有很多很多人都断气了 你只是像师父四十三岁 四十三岁前呢 大海上一个波浪 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姻缘 登 我来投胎了 那我没有投胎之前 我是谁呢 听好 我前辈子也是修行人 我后来自己知道 怎么知道 修行当中你慢慢修行 通过梦境或禅定力 你会了解自己的过去世 这没有什么神秘 但是呢 我前辈子也是修行人 我前辈子也是很庄严的男仲 男仲像 我前辈子也是法师 所以修行 你要修大称的无常观 刹那刹那都在闪遍 刹那刹那改变 那你想 人生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那我今天 活到现在 到底我在学佛 了解了多少了呢 我对佛法 对无常 对生命 对众生 我真的感受到多少 你要从你自己身上的生命 真实的去改变 改变自己 感受自己 同样的以此类推 你看到别人众生很苦的时候 你才会掀起 清静的慈悲心 了解吗 否则你嘴巴念 来念大悲惨 不好意思 师父得说真话 希望鼓励你 我没有 责备各位的意思 不然你来念大悲惨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众 对不对 在佛堂吃饭的时候 碰到别人东西 你干嘛 慢一点啊 刚才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众 旁边碰到你 你脾气就这么大了 你的观音菩萨 统统都丢光了 是不是呢 所以大会要准备 这么多人 要体谅 你要想 假如我是他是一个老人 不要催他嘛 我也会老 你这个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 你对众生会流露 是真正的慈悲 什么慈悲呢 你真的把他当家人一样 关心他 没有一个人 不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不关心的 没有一个人 不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不关心的 那你假如能够把 每一个众生 注意听 当你看到小狗跟小猫 你再想 哎呀 他是我过去的 爸爸妈妈的时候啊 你可能会放声大哭 哭完以后 你会流露 真正的慈悲心说 那我这辈子 要怎么去照顾 这个小狗跟小猫 所以在西藏佛教 常常讲 等虚空如母 一般无量无边的 有情众生 你要把所有的众生 都当你的爸爸妈妈 跟兄弟姐妹这样子 去观想 去升起那种慈悲的力量 那先决条件 要体会死亡无常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去跟别人计较 这样的时候 你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 否则念经归念经 拜餐归拜餐 何长起来的呢 只能说结个善缘而已 没有产生很大 心转变的力量 好 另外两个力量呢 我明天讲 那我先看 给各位看 换灯片 因为我准备了很多 没有讲有点可惜 对不对 问题我明天再答 看我们的心 心像什么 像皎洁的明月 刚才讲佛性 在大株石窟 六道轮回图里面 轮回六道 再圣人不争 再凡不减 我们的心 其实皎洁的明月 那月亮本身 是没有颜色 是看大气层或海洋 反射的时候 而出现的 所以你看月亮 宁静的时候 它反射会变成蓝色 可是夕阳西下 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呢 彩虹反 夕阳西下 阳光的反射 有时候你觉得 月亮是金黄色的 你看我们呢 月亮也会从乌云里而出现 比方说新加坡 这几天很热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 午后会雷震雨 会下大雨 下大雨的时候 一定会很多的乌云 乌云呢 就代表你的烦恼 乌云把月亮给遮住了 或把太阳遮住了 好 那现在问你 乌云怎么离开呢 要有风 风一吹 乌云才走 这个屁欲是什么 我们的心就像明月一般 贪嗔痴的烦恼就像乌云 而这个风是比喻你发愿的 大悲愿力 愿是很重要的 愿一发的时候 它就像风一样 会把乌云给吹走 所以为什么要常发大愿 可是有时候呢 你的心会很明亮 有时候乌云很多的时候 你的心也会很暗 所以修行的人呢 一定他的心是起起伏伏的 这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也因为你经过这个苦 你才会体会到众生的苦 因为呢 你自己苦过 你才会体会到众生的苦 接下来你才会想到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才真正的帮助众生的苦 这样子你心里才会生起 佛法真正的慈悲 否则慈悲只是嘴巴挂在嘴巴上 谁不会讲呢 慈悲它是可以产生力量的 好 看这里 刚才我比喻吗 先生跟太太吵架 对不对 你放念佛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结果一吵架的时候 念佛机没听到 就像什么 看这里 就像这张 地球跟月球 有几个行星的 在走的时候 你的烦恼跟袭际现前的时候 就像星球被黑暗遮住一般 古人说 月亮被日食 古人因为科学知识比较不发达 说月亮被天狗吃掉了 遮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大家要拿骨 或是铜锣 空空空空 要把天狗给打掉 月亮就出现 对不起 这方面古人比较没有智慧 其实月亮被遮住了 那是暂时的地球 九大行星牌的时候 它会遮 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贪嗔痴 烦恼很强的时候 它也会把你心中的佛号 跟咒语给遮住的 也会把你的菩提心 跟大悲心给遮住的 所以我刚才比喻说 太太跟先生吵架的时候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你的念佛机还是没有关的 可是你没有听到 等太太的先生出去以后 太太后悔以后 对啊 刚才我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可见刚才你的称心 是盖掉了你的正念正知的 所以这样情况的话 那更要忏悔 更要精进 表示你羞耻的功德力还不够 不要放弃 要加油 乃至于刚才有几位脸友说 晚上都做梦梦到地狱的话 那更要忏悔 不然师父真的会担心你一断气的时候 那你就真的会去地狱的 为什么 你的业力的显现 当然你若做梦梦到呢 你上到天上 或是你来生是出家人 但是也不要太高兴 为什么呢 来生也是会变的 未来心也会变化的 好看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 我们心念的变化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初一的下旋月 然后上旋月到满月 然后到下旋月 你看我们的心不就像这样吗 是不是 那刚才我虽然很幽默的比喻说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对不对 那你若是跟人家吵架以后 那你要惭愧的心 跟脸友忏悔 对不起 可能刚才我态度不好 可能我心比较急 我没有恶意 忏悔完了以后 你的心就会清静而得庄严 所以佛经说 人间的众生苦乐参半 可是人间最有善根是什么 有惭愧心 忏悔心 还有 这个 精进的心 虔诚的心 若然我们没有这些心的话 我们会继续轮回受苦的 所以我们的心念变化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有时候你也会发现 你这个月呢 工作很忙 常常出差 你就觉得心很乱 对 这是正常的 那你更应该精进 有时候你会觉得 最近呢 家婆念你很多 佛习之间吵架很多 但你也觉得你的心很乱 没错 那你更应该精进 了解吗 只要你精进 它一定会改变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的佛性呢 就像十五的月亮 是永远呢 还是不会磨灭的 这个是我要讲的 好 明天会讲因果月报 今天谢谢思乙问说 你真正相信因果月报吗 答案你就会去想一想 有时候事实上 因为我们的心念会变 其实有时候我们相信 有时候我们不太相信的 尤其最难的是什么 癌症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 好 在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我讲一个例子鼓励给你 讲我亲自自己的例子 我很惭愧 师父虽然我有菩提心 我也很愿意精进 可是呢 我也会遇到障碍 举方说 过去前一两年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呢 不小心得到蜂窝性组织炎 这种癌细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蚊子叮啦或什么 假如长在脚底上呢 就会变恐龙腿 严重的话呢 还要锯腿 因为一般细菌会跑 进入心脏的话 你就往生了 那时候我很不幸 我的蜂窝性组织炎 长在这里后面 刚开始我不觉得 就觉得像刮痧一样嘛 对不对 擦一擦药就好 就越肿越大 越肿越大 越肿越大 我糟糕就流浓了 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就说 师父啊 不行啊 你要看医生了 就那天晚上 我上完课啦 共修完 我们就送到台大医院去 那因为刚好 快要过年的时候呢 结果呢 加护病房是满满的人 那天我觉得 加护病房啊 真是人间的菩萨道 不过也像地狱 很多人病痛很多 还在排在外面 最后呢 我的学生 一个医生 帮我挂紧急的 医护 医护病人 然后去挂号 然后呢 那医生呢 因为他有膿 就要把它切掉 不然很痛 膿流了出来 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呢 他说 师父啊 你要小心啊 你还好来得早 假如你这个蜂窝性组织炎的 这个病菌啊 到了脑膜炎的话 三天你就走了 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那时候我才找 哎哟 欧弥陀佛 谢谢你啊 那时候我才知道 真的很严重 后来当然呢 我就给他 用刀子割 把笼挤出来 也要打针 也要吃药 然后呢 当然前后过程是很苦 但是我要真心告诉各位 我不是炫耀 我是真正告诉你 佛法是有力量的 这个也是我的业 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什么 注意听 有一天我梦见了 一个黑色的蝎子来 我正在打坐 修持念经 突然一个蝎子要来 那蝎子呢 就要吃掉我 这样子 插着我 那时候我就念 念咒 我念了好几个咒 我又念 Oh my name 它就出去了 蝎子就不见了 念完我醒来 我就吓了一声冷汗 哎呀糟糕 这个梦不太好 结果呢 我就开始长肿瘤了 后来呢 我才知道 是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救了我 因为我若没有 念那个咒的话呢 我想呢 我现在应该 早该不在人间了 我也问过 我的老师 还有西藏的人 他说的确是 佛菩萨救了你 那是你的业 过去的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心中 在苦难的时候 你真正能够提起 佛号跟咒语 所以 然后开始 开刀的时候 是很痛 慢慢呢 然后还是要吃药 我煮着 而且知道 要吃抗生素 抗生素是很痛很痛的 而且你的癌细胞 被杀死 你身上的好的细胞也会杀死 所以精神会比较差 但是我那个时候更用功 所以除了上课奖金之外 我每天都在休止 但是我很想跟你分享 我虽然身体很痛 但是我的念头很清楚 所以我知道 假如我断气的话 我知道我自己会去哪里 所以佛法是有它的力量的 在家出家 都会面临无量的业 业来的时候不要怕 业来的时候你要想 这个就是我考验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无量的业 有善业 有恶业 有有益的业 有无益的业 它都很复杂 所以好的也是你的善业 坏的也是你的恶业 所以我很惭愧 我不是很有善根的人 我不是利根的人 但是我有善根的人 但是我还是有我的业 还是要精进修持 所以你面对业的时候 你更该完全把身心 交给三宝 交给佛菩萨 然后用业的逆境 来考验自己 这样子的话 业消了的话 那就很好 举个例子 我后来在念佛的时候 我也觉悟到 假如我现在是断气了 是一个老人家 可能我就提不起正念了 因为那时候身体呢 是更衰弱的 现在我趁年轻 我身体还好 该了的业就了啊 所以那时候我也点了灯 做了很多的功德 也应经 继续讲经红法 甚至我生病的时候 我一样申做讲经 最后呢 整整的两三个月了以后呢 我的业就结束了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 很好的善梦了 所以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好梦跟坏梦 也可以作为你判断呢 你业的一种标准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要发愿回向 请翻开第八页 极乐净土 精简发愿文 好 很多年有问了很多问题 很好 我从明天会开始回答 你也不要急 师父也会在相关的段落 尽量满你的愿 好 请合掌 所以大家要去想 人生是很难得的 死亡跟无常是很真实的 刹那刹那都变 今天我们能够听一天的经 就应该很精进 接下来要观想你的心量 广大如虚空 然后一此发愿 愿所有的众生 不是只有你的爸爸妈妈而已 也不是只有你的脸友而已 要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升起这么广大的愿心的时候 他的功德力就会这么广大 请看幻灯片 这是敦煌的壁画 临终皆隐途 好 我们一起念 这个经文大家很熟 不过不要急 也不要念错 请合掌 从第八页第五行 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 一切圆满尽无余 立了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闲清静 我时余胜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笔如来受祭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便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境 我此普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好 吉祥圆满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阿弥陀佛 敬佛 末尊